在EPL第20季总决赛场上 Navi与Internal Fire占到了BO5的第五张图 决神图 比数11比10 双方比分紧咬 局面相当胶着 面对到Internal Fire不断利用火力强打A弄 Navi落落到3打4的人数劣势 此时小李子捡起一枚掉落在地板上的闪光弹 左键丢出 既要勇敢土焉 面对到三名敌人一把A1压枪悉数说下 最终土耳其狠人Zantaras也难敌四手 就这样子 Navi以3比2的比分赢下了本次EPL第20季的冠军 也是他们在今年的第三冠 同时追凭了Spirit今年的冠军输 则在今年年初 Navi这支队伍还曾饱受质疑 纵然拿下了哥巴哈跟Major冠军也被戏称侥幸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被击倒 成员间不断的磨合 瞧瞧他们过去三个月的表现 团队内有4位1.2 rating的选手 妥妥的四条大腿啊 真的试用时间证明了他们就是那支无人能匹敌的队伍 随着EPL第20季落下帷幕 Alex比也终于打破了自己总决赛BO5的七连不胜魔咒 要知道小李子他可是从2018年后就没有赢过任何一场BO5了 团队局数战绩也是惨淡的二胜21败 如今能够率领着Navi夺下这意义非凡的冠军 同时见他们也战胜了新魔Spirit 真的很不简单 而有人突破魔咒 我们的G2却还是始终没法脱离这打不赢前指挥队伍的诅咒啊 如今面对到Navi已经是8连败了 本小说这次赛前G2的气势还很不赖 单一就是败下正来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指挥Snacks来到G2最初的期望 就是他的战术跟活力两者兼具 只不过在这次的赛事中好像要什么没什么呢 先不论战术层面 数据上整场赛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 他的个人数据是正KD的 这跟我搭HOOXIE还有什么区别呢 说不定让HOOXIE来call团队还更有化学效应呢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在本次的季后赛事上 有什么精彩镜头吧 只要虚弱首相有大局就千万不能贸然推进 在Spirit对上Navi的比赛中 来到了Navi自选图Mirage必输4比3 Navi领先1分 在这局防守方的Spirit经济不好 只有两把上局保下来的长枪 而Shiro开场就从VIP自主上了B小 想尝试抓个手杀但只有穿到了小李子 随后他跟队友两人都被炸了个半残 时间快转来到剩下不到1分钟 Navi准备从连结夾击A点 躲在VIP箱上的洞壳先是抓掉了一人随即后撤 Navi也是铁了心要打A点 而枪支属于烈士的绿龙中将们就先后倒下 Navi也逐渐掌控了A宝点 但是在连结的炸包需要运到宝点内 Navi没有半颗烟雾 躲在Jungle内的Shiro开始兼弓 先是大局抓掉了A2楼的JL 再拿下过点的Wonderful 一个甩香顺区再抓Eme 一波超迅速的三杀让局势瞬间逆转 最后一人Bit也只能先丢克兰伤弹 逼腿的Shiro 但在捡起炸包之后 依旧躲不过Shiro那把大局 用一发讲起疾病 成功收下厮杀 Eme真的是近况越来越好 一把AK以一打四 轻轻松松 在这种决赛上 Navi对上了Internal Fire 来到了图二阿努比斯 比输6比2 Navi大股提前 这局长江局双方道具买满 但这局的Zantara 3中路就毫不客气了 先是抓掉小里斯后 缓一缓 抓个timing 直接再冲出烟雾 抓个bin 措手不及 而在A点看法的Vicadia 也顺时推了出来 直到对手的注意力都放在中路 直接抓掉 一瞬间Navi就来到了二打五的局面 虽然不周后 Wonderful是有抓掉持续推进的Vicadia 但局面依旧是大敌势 此时Internal Fire是选择了2A2B的防守阵型 想打最稳的那种 而Navi这时居然让Wonderful一人去假打A包点 看是否能抓到击杀 同时也吸引注意力让Emei好去推进笔包点 但还是很不幸地倒在Voxy的枪下 不过Emei是有把握住机会 抓到了大翼的Major 并且还直接甘拉忙抓Kalex的位置 干净的爆头击臂 成功下刀包打这个1打2的残局 Emei手上这关键的烟雾先是封住了连结 用肉身去井家探查了一下 但没有见到任何人 那就笃定了敌人就只有可能从小黑屋或者是连接回房 烟雾散去 听到脚步声 先拿下残血的Zantaras 并后这随时准备对枪 Voxy甘拉又被Emei这样把AK喷头倒下 成功赢下这不可思议的一打死残局 我认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认为他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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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做什么 这就是Eternal Fire 在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在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蒙古重将再创夹击 910关键AK以一档四 在BIG与蒙古的对战中来到了图3Mirage 双方比数4比3战况相当胶着 这局蒙古紧急不好 被打到只能枪起小枪 指挥Blizz居然是起了吧 无假AK 而且还不发给有假的队友 这我可就看不懂了 而蒙古这局战术相当简单 开场就直接A点爆弹强攻 若我下到了包就当作是赢了一半 但在进攻时 被井家的Regun先是抓掉了两人 还好SENSO是用Tech9成功做到交换 让这局还有些机会打 此时可以留意到910跑去A1楼捡起 Liz掉的AK 来打射包后残局 但队友一个在井家倒下 另外一个被困在包点内 只能由他挺身而出 他一人走到了包点内找机会 拿烟雾作为掩护 想试着抓到任何敌人的踪击 先是正面的对枪 一打一赢下了JDC 回身查看井家再抓Crimbo 随后再度创造一打一的机会 接连的收下最后二人 就这样子抢起了一把AK 造就了这个残局 第二名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 在这场赛事中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场 由小蜜蜂对上Internal Fire的BO3 刷发火力都开上线 残局连发 这次就先来瞧瞧Zaiwu的精彩镜头吧 任何问题 甚至是Zaiwu 這 moment了 ici基本得國會 很受歡迎 陶芬球 天咸 龍江 抓住 忍不當 gir 사 沒有 想wert 握一下 技能 嘩 為什麼 然後這次的射擊擊擊擊,就變成了USP, 很驚喜的! 放在醫院,放在醫院, 放在馬爵, 但肯定是Zaiwu已經做了足夠, Spinx就放了青蛙在上面! 就讓它們看起來很輕鬆! 那這個,如果... 那會很棒! 你還要結射了USP, 我的天, 好,謝謝! 而第一名我這次還是在頒給剛剛已經有看到不少精華的土耳其狠人Xzantares 這次Internal Fire能夠有如此家機, 很多突破,殘局都得靠她強大的個人能力才贏得下來! 世之名歸啊! is given an absolute gift of a third 2v5 situation it comes down to a 2v2 a kit smoke on sphinx the maid can do the damage puts madgeron to notice 46 points of health goes down it has to be xentaras an ace clutch can he do it it's gonna be close it's gonna be real close it's gonna be so cool i think xentaras has said enough 21 is eternal fires right down to the wire yeah 真的 太厉害了 很可怕 很可怕 那是不知道 是估计 好 好 所以 很可怕 好 他在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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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大 那是一片 中了 就有攻打 你一下 你处理 振動 暴力 Claims was forced into that Love that Two of these rounds we can attribute to Xantarez Unless Spinks is feeling headshots Quad kills on quad kills He's got eight kills And two rounds he's found four For sure, he's got into fifth gear Very early on in the series This is the problem now for Vitality What a sequence, the 5-7 steps up Massive delivery from Xantarez I don't think they ever saw that there were two over in DART 以上就是本週的五大精華 而影片製作不易 還請訂閱並給我一個小小的讚 都會是我持續制作的最大動力 那我是比利王 我們下次見,掰掰 作詞以降作, 都是黑炸購物 就是本地質的最大動力 就是同性的一列 雷炸購物 ,都是黑炸購物 的一列 是黑炸購物 以外都麻煩 那就是黑炸購物 是黑炸購物